好 持續要來聚焦的是中東局勢 現在哈馬斯還有以色列的衝突 已經滿一週年了 哈馬斯的武裝側翼卡薩姆旅 現在就警告 目前人質的處境是越來越危險的 卡薩姆旅就發布了影片顯示說 在以色列持續對加薩發動空襲之下 剩餘的人質士氣大跌 健康狀況變得極為艱難 卡薩姆旅現在甚至威脅說 以色列必須要加快行動達成停火協議 否則人質的命運 將會受到嚴厲的考驗 現在以哈戰是一週年了 但是呢 這個以色列還有附近的國家 持續的交戰當中 以色列的大臣特拉維夫 在台灣時間今天的清晨 遭遇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 長城飛彈的襲擊 這其中包括的是 里巴能真主黨 還有夜門青年運動組織的襲擊 來看CN的報導 在這方面的火箱上 在這方面的火箱上 哈马斯组织的武装侧翼 艾兹丁卡萨母旅稍早就表示 他们朝以色列的商业大臣特拉维夫 发射了火箭弹攻击 哈马斯并且表示说 现在以色列要举行周年活动之际 他们锁定了特拉维夫 发射了M90火箭弹的攻击 以哈战事现在已经满一周年了 双方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和谈的迹象 不过对此呢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方面的领导人 都是非常的强硬 喊话要持续战斗到底 而现在这个是哈马斯的前领袖 马夏艾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 在去年10月7号的袭击 也就是哈马斯称之为 艾格萨洪水行动 使得占领者归零 也就是以色列归零 并且也表示他们已经 让以色列感受到生存上的威胁 7岛口特地 7岛 Ort西 7岛本日 me估 台北 7岛vor 這是馬薩埃 他在以哈戰士週年 接受中東媒體的訪問 他表示在去年的10月 7號行動至今 已經一週年了 儘管說在加薩這邊 有些行動 哈馬斯的確也是失敗的 但是還是必須要發起行動 因為這顯示出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 已經受到以色列的壓迫 而他們要讓以色列 離開他們原有的生存地點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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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